一花以世界,一夜以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本周星期二,2022年7月26,凌晨两时 佛教静宗导师,台南市静宗学会 极乐寺创办人,静空法师圆寂 想其寿96岁 台南名政局长江陵黄认识此消息 并表明将先代表台南市长前往击败 据了解,年势已高的静空法师 去年也曾传出 透过弟子预言即将要走了 并说你们要是想我,念佛就可以 四方则说,静空法师一年纪大 早已交棒四五多年 据华藏静宗洪话网记载 静空法师法名绝静 自静空,俗名徐叶红 1927年生于中国大陆 安徽省鲁江县金牛镇 他生凭爱好博览群书 对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宗教教义均有涉猎 静空法师1949年已去台湾 1952年起,先后追随一代大哲 方东美教授 藏传高僧张家糊涂刻图 即辱佛大家李炳南老居士 学习哲学佛法 与传统文化13年 建功法师1959年于台北 元山林祭祀体度 隔日即开始于石浦寺三藏学院讲经 随后便在台湾各地弘扬经教 建功法师首唱佛教乃佛陀教育证明之说 也即佛教是释迦摩尼佛对一切众生 至善圆满的教育 用深入浅出的方式 开始佛陀教育的真实意 1. 景控法师 华言经讲记 我们记得李炳南老居士 往生前一天对同学们嘱咐的话 他说世间乱了 怎么乱的 人心完全背弃 伦常道德 贪嗔之慢 自私自利当家做主 这还记得吗 焉德不乱 老师说即使是佛菩萨 神仙出世都救不了 告诉学生们 唯一的一条生路就是老师念经 求生净土 要想求生净土 是必要放下万元 你对这个世间还有丝毫贪恋 又丝毫放不下 往生净土就相当渺茫 所以真正求往生的人彻底放下了 这个世间所有的一切是这个世间的人 都得要还给他们 我们在没有错误之前 我们是借用 我们明白了 我们准备走了 现在我们物归原主 所有一切都要还给住在这个世间的人 他不想走 他是娑婆世界六道的众生 我们要还给他 什么还给他 跟诸位说 连这个身体都还给他 这个身体是六道里头的东西 我们来的时候没有带身体来 我们走的时候 这个身体也不能带去 连这个身体都要还给 缩破世界的众生 你想想还有什么你不要还的 身外之物统统归还 彻底放下 我们的心才真正到 纯净纯善 纯净纯善的心就是 生净土的条件 这个条件成熟了 你有这个条件 随时得生 对这个身体没有贪恋 何况身外之物 他做得好 很好 我们点头称赞 他做得不好 我们也点头 本来如是 决定不动心 决定不起念 好好地照顾自己 这比什么都重要 照顾自己的清静平等觉 培养自己的清静平等觉 增上自己的清静平等觉 这就是休息一切 初要行故 二 我这一生让了三次道场 我们现在是凡夫 学佛式起步 从哪里是学起 从何学起 别人跟我不合 我们要跟他和睦 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别人跟我不合 我要跟他对抗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这结怨仇 怨仇结架之后 怨怨相报 生生世世 没完没了 那真叫苦不堪言 痛苦不是一方 双方都痛苦 那又何必 我们能忍一忍 双方都得好处 我也无烦恼 你也没有灾害 真的叫双赢 所以 古圣仙贤 诸佛菩萨教导我们 不能跟人冲突 处处要学忍让 我这一生 很多同学跟着我的 看到我的 我让了三次 在台湾 我们有个小道场 不大 有人想要送给他 我们到新加坡 在美国也有道场 也有人要送他 想要都给他 在新加坡住了三年 各地同修 帮助我们买下了一栋公寓房子 大概一千多万 有人希望我们离开新加坡 我们就离开了 都赠送了 欢欢喜喜 我们移民到澳洲 到澳洲快快乐乐 澳洲的土地很便宜 土地不值钱 澳洲人太少了 土地太大了 我们欲让 欲殊胜 欲让欲自在 欲让欲快乐 老祖宗佛菩萨教我们忍让 这有无穷的乐趣在里头 没人知道 你能依教奉行 你就能尝到 能够让 才能够跟一切众生和睦相处 你不能让 那个和睦是假的 那不是真的 一定要能够忍让 初学的时候 多少还有一点情志 要忍 真正让过几次了 那就不是忍让 是乐让 让得很快乐 别人占有了 占有了 我们还感恩 为什么感恩 自己能让 境界提升了 德行提升了 智慧也增长了 怎么能不感恩 同时 要想具有的人 他在那里 给我做视线 视线有正面的 有负面的 正面的 我们要顶礼 要恭敬 供养 他具有这些财物 弘法力生 比我做得更好 我怎能不让 这让有大德 如果是负面的 他不是做弘法力生 他是去搞明文立养的 我们也要感恩 就像他在演戏 负面地演得很逼真 他不善的后面 是地狱 恶鬼 畜生的果报 这对于我们 对于一切社会大众 这是什么 上课 上了一堂 因果报应的课程 细心观察明白了 会把我们内心一切 不善的念头指住 不敢做了 就像当年佛陀在世 提波达多所表演的 都是菩萨 都是大善知识 他从负面表演给我们看 释迦牟尼佛 是从正面表演给我们看 我们能说提波达多 不是佛菩萨吗 所以把事理看透了 得到一个结论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一切善恶业因果报 都在我们自己一念之间 我们的心形正 没有一样不正 妖魔鬼怪 在我面前表现的 都是正法 如果我们心里写 十方诸佛 如来所表现的也是写 这叫什么 这叫一切法 从心响生 自己的意念主宰一切 正是偶艺大师所说的 静缘无好仇 静是物质环境 愿是人事环境 人事环境和物质环境里 都没有绝对的是非邪正 没有 是非邪正是自己的念头 自己念头正 没有一样不正 邪也是正 自己念头不正 正也变成邪 这个道理要懂 没了之后 自己才知道 从修音到正果 完全要自己负责任 与别人不相干 这是佛菩萨 悲至了苦的大根大本 我们通过这个教学 真正体会到 你才能真正的 离苦得乐 永远离苦 永远得乐了 什么环境里面 你都快乐 你都自在 这就叫讲妙礼 这个礼 不能不动 庙里是什么 实相之理体 这是自性 自性里面真实的智慧 真实的德性 也就是法华经上 所讲的佛知 知见 佛知知见 我们中国人老祖宗 所讲的自性本善 跟佛知知见 是同一桩事情 同一个境界 三字经上念的 人之初 性本善 这个要知道 真正的认识了 真的参透了 对于世间造错 忤逆时恶的人 你都不会去责备他 你知道他为什么 会做这些坏事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他在那里演戏 在这个舞台上 他是演丑角 他是演反派 演得非常之好 一流演员 演正派的 像释迦莫尼佛 孔子 孟子 一流演员 演反派的也是一流演员 你会这样去看法 你心地非常平静 不歇波浪 从正面 从反面 统统都得意 没有反面 怎能衬托正面的扇 没有正面的扇 怎能烘托出反面的恶 就是这个道理 六道轮回 使法界 在舞台上浓缩 几分钟表演出来给你看 你在这里开悟了 你就晓得怎样去修行 怎样去自度度他 自己如何离苦得乐 如何帮助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南无阿弥陀佛